电视网络手机 通晓美中大事 锁定美国之音 欢迎回来 先生 我还有很多问题 不过我们线上有一些观众还听众 希望参加讨论 我们先接两个电话 然后再接着谈 安徽宋先生 安徽宋先生你好 你好 克什先生你好 扎西特来 你好 我想问一下 就是说对达赖喇嘛的信息 这边我们也在中国国内不是很清楚 但是印象中好像是我个人的感觉 好像达赖喇嘛的这个政治的主张 好像有一点暧昧 它是不是给中国国内 甚至国际上这个印象 只是一个对于中共来讲 它是一个不同重见者 而不是为西战的独立 这个明确的独立的目标 然后在奋斗的一个greater 我想问就是这样一个问题 谢谢 好 非常感谢安徽宋先生 我觉得达赖喇嘛的这个立场是非常明确的 但是呢我呢也这个了解你的这个看法 那么这个中国政府可以说呢是不宜一律的去这个制裁呀 或者是去这么一个这个过滤这个真正的关于这个达赖喇嘛的信息啊 这个非常遗憾的 其实他的这个立场是非常啊这个鲜明的 就是他从来没有追求独立啊 那么我们不谈过去 但是从这个未来的这个角度来说 他每一次只要有机会呢 都强调他呢不追求这个独立 而且让西藏人民觉得自己在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地位 和这个角色我呢自己到过北京很多次了 而且每次呢都呢可以说是非常清晰的来啊这个解释 我就从老生常谈了 就是不断的这个重复 达赖喇嘛并不是一个这个国家分离分子 他更多的呢是鼓励人们这个人民的这个统一团结啊 那么我觉得只有这个平等相待呢 才能够有真正意义上的这个团结 我觉得不单只是西藏人民而言 是所有的这个少数民族或者是所有的这个种族 只有平起平坐才能做到这么一点 那么我们呢要看一看 作为一个这个整体的这个人民啊 是怎么能够这个促进这个国家的反论 可是呢非常遗憾的 中国政府内部呢有一些这么样的这个领导人 他呢因为西藏有不同的啊 他这个文明宗教或者是远感到恐惧 这个是非常让人遗憾的 而中国 那么如果真的是相信啊这个中国呢是啊真正的是多民族的团结友好的这么一个国家的话 他应该不应该恐惧 而是应该呢接受啊放开怀抱来接受 激赏人民的文化啊 才成为这个伟大国家的议员 那么同时啊要真正的这个欢迎这一点 所以呢呃打赖喇嘛一直在这方面的这个立场呢是非常鲜明的 你之所以可能觉得不清楚是犹豫中国政府的一些这个作为啊 啊或者呢甚至是颠倒黑白 那么更多的呢是这个制造了这些什么意见对抗 那么同时呢这个制造了这个激赏人民和汉族人民之间的这么一种所谓敌意或者是仇事 这是非常让人遗憾的 但是呢我非常高兴啊您提出这么一个问题 至少呢以我这么一个这个机会 让我向汉族的兄弟呢解释带来那么的立场 嗯呃实际上我还想接着刚才这个安徽这个宋先生的这个问题啊 实际上你看我们中国很多的在我们的中国听众啊 他们很多都是就觉得好像呃都很难以理解 嗯就包括您经常到我们节目来 我们经常就是和您交谈这些问题的时候 包括现在这个西藏流亡政府的这个总理桑东仁波切先生 接受我采访的时候我也问过他同样的问题 还有这个西藏的这在这边那些藏人的一些活佛啊和一些呃宗教界的一些领袖来 上我们的节目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我问过同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像刚才您所说的一样 达赖喇嘛已经多次表示 说我从来没有要求要西藏独立我就是要求西藏的高度自治 他甚至曾经说过我仍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 我甚至在看到达赖喇嘛在接受美国的英文媒体采访的时候说我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我比你们现在中国的领导人还马克思主义呢还社会主义呢 但是即使是在他的这样的表态的情况下 为什么中国政府就不能够相信达赖喇嘛的话 达赖喇嘛说我要退出政坛了 中国政府就以一种嘲笑的态度说你是在玩弄欺骗的手法 您多次和中央政府去谈判作为他的特使代表 这到底是为什么 为什么你们舒服不了中央政府 这个我非常尊重您刚才的这个见解或者是提出的这个问题 我但是呢的确是中共内部呢有些领导人是非常惧怕啊 达赖喇嘛 那么他们其实是知道他们是对于这个旧的体制是不感兴趣的 但是呢他们对他却非常这个惧怕 由于呢他代表的或者是讲的整整是他们不代表的不讲的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其实这么做的话就能够让中国人民呢 一个这么样的这个机会 他们呢真正的就会觉得达赖喇嘛呢是能够呢真正的能够为这个国家带来和谐 所以呢我虽然多次到过北京但是我觉得有些人是非常惧怕啊这个达赖喇嘛的我一直强调不需要惧怕他这个人不是问题 这个人是解决的方法解决的钥匙 希望呢在以后的这个领导人 当然我并不是说一刀切啊一棒子 把所有的这个人呢都啊这个打倒啊的确呢有些明智的领导的 那比如好像说胡耀邦就是其中的一个那么我觉得他非常有勇气有气魄 西藏人民特别尊重他因为呢他来到这个拉萨看到了这个真实的这个情况他就有这个勇气啊向人民表示道歉 那么但是呢北京的他的一些这个屠舌朋友们呢可能因此呢非常的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大怒你怎么能够向他们这个道歉呢等等 其实他真正代表的是一个爱国者的这么一个气魄真正的这个敞开怀抱啊这个接受西藏人民和文化 我觉得现在呢我们看到了问题就是啊这些个这有真正见解的人可能呢就已经过世了或者呢已经被这个强行的这个推出了历史的舞台 但是呢总有这么一些人过去是现在是未来也是他们眼光看的更远 他们不只是追求个人或者是党的利益而是真正中国人民的那个利益中国这个国家的利益 所以有但是毕竟有这么一些人是惧怕达赖朗妈的 他们甚至觉得有点守住无措不知道怎么对付他 所以呢他反而现在呢就说这个达赖朗妈呢是这个战略权利等等等等 他其实已经是一个这个流亡的这个政府他要的只是为他的这个人命啊这个谋幸福 但是问题就是他的这个隐退让北京无所适从不知道怎么应对 我们再来接一个电话 浙江高先生浙江高先生你好 喂可以讲了吗 嗯高先生先讲 我今天打电话来主要谈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你们我想问一下主持人你们美国之音那个网页上 怎么那个摇摇的广播库没有呢 就是说现在只能下载当天的广播的MOP上不能下载比如说昨天或者上个星期的MOP上 这样的我们必须每天的下载一次 希望你们那个技术人员马上装进去 嗯好非常感谢您提醒 嗯 这也是什么反正你打过来的话我就强权那个习近的问题吧 我认为你那个这个大人那么大的想装 当那个钢币啊 很心那个中共他不是英国政府 但钢币呢 和平 无暴力那个运动 非暴力运动 只能对象是有像英国的比较和欧美的国家才会用 中共是用靠暴力起家的 他只能听得懂大炮的语言 所以嘛 最好叫你们那个西藏的那些青年者 一边那个暴力 一边那个打了那么大方好人 这样一手硬一手软两手都要抓 这样比较有效果一点 好非常感谢直江的高先生 你非常感谢你打电话来提醒我们这个网络上 节目的问题 感谢您问这个这个问题 好像这个线路呢 有点不是特别的清楚 我不知道这个落地加热先生有没有 听清楚我们这个 这位观众的问题 我明白了 首先 我理解 这个这样的这种感觉或者是情绪 就算是有很多在这个西方的这个人都会这么想 你看这个甘地呀 在这个非暴力的这么一个运动非常成功 那么 但是呢毕竟当时的这个英国政府尽管是殖民政府啊 他仍然呢是法治的这个政府 而这个中国政府呢是不一样的 但是呢他仍然是 就是只能是非暴力啊 那他 有一次 这个说得非常这个清楚了 当然呢很重要的就是如果这个他们受到虐待 要受到这个歧视的时候呢 他毕竟是人 他是很让让人这个 这个悲哀的 但是呢这个 如果他是暴力的话 我们不能够这个支持 如果他是暴力的一种行动的话呢 我呢会跟他保留保留距离的 他说得非常清楚 现在呢我们的处境 要比甘地当年啊 这个反反抗英国殖民主义的这个 更艰难 这个我们是非常清楚的 但是呢唯一成功的这个路径只能是非暴力 他在这个方面是不动摇的 这个立场呢 那么他呢是会尽用自己的影响力 让人们都这样做 我们刚才这位浙江的高先生 谈到了这个就是这个 这个非暴力运动的问题 刚才你也解释了 就是达赖喇嘛 之前多次 呃表示 刚才您说的那个就是说 假如西藏发生了这样暴力的事情 那么他就隐退 以前他也这样说过 有这样的一种说法 就是 北京政府和达赖喇嘛 和您作为他的代表在谈判的时候 就是说虽然多次谈判 每次谈判都没有什么样的结果 有人这样说 说北京呢就是要拖下去 拖下去 等到达赖喇嘛 百年之后 这个事情就 他就没有什么影响了 你怎么看 这样的一种分析 呃遗憾的说 呃我呢 可以说 您刚才的提出的这么一个这个说法吧 有一部分我是要这个 被迫同意的啊 呃那么这个是非常 简单的一个结论 呃有些人吧 我的这个 对手挣更多的呢是想用这个所谓时间换空间啊 呃拖 拖下去 呃他们 不愿意真正的这个 提出一个 呃实质的这么一个让步或者解决的方法 虽然这么说 呃我们也非常 这个关切 但是呢我们对于对话呢是 啊非常这个 呃坚决的啊 呃 呃呃这个就算是我们的这个 呃上议院呢也是支持我的这个 达赖喇嘛的这个中农之道的这么一种这个做法的 呃 那么我呢自己 也呢这个就这个三个啊这个总理的这个人选呢 那他的这么一个这个政纲啊也是非常小心的这个您听过 呃而达赖喇嘛尊者呢也呢的确是说过我们也继续致力于找到一个大家都能够接受的这个解决方案 呃而我想有一些中国领导人 呃可能会啊这个超越啊这个啊这个党的这个利益啊是真正的从全体中国人民的利益去思考 我觉得时间已经到了 啊 啊